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47集 原有 此刻的白小春心中复杂到了极致 一方面是担心侯小妹 另一方面是天尊的出现 让她觉得自己的手似乎都痛了 这就让她焦急纠结矛盾中也都忐忑无比 与此同时天尊的气势在爆发出的瞬间 整个人就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那座在梳妆台上的女子而去 口中更是冷哼一声 鬼母以为躲在生命禁区 有那老不死的家伙护着你 本天尊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话语间 天尊一出手 就赫然有整个通天世界的气息爆发出来 隐隐的在她的前方 出现了通天世界的缩影 呼小姐直奔鬼母 公孙娃也是如此 一晃之下与天尊联手杀相鬼母 这一切太快 瞬间 那梳妆台就崩溃爆开 这鬼房内更是风暴横扫 一切多闪不及的修饰 顿时就在这风暴下 连残叫都来不及发出 刹那就成为血肉 形神俱灭 只是那鬼母的身体 在天尊杀来的刹那 直接模糊 出现时 已在了另一侧 没有五官 可却满是扭曲 似能吸收四周一切光显的面孔内 传出了阴冷的声音 通天道人 你只不过是个准天尊而已 真正的天尊之力 是你想象不到的 更不用说 你竟然牺牲族人来探路 藏身其中的行为 本身就已经不配成为 庇护一族的天尊 守灵人在这一点上 没选择你 是正确的 不过 我倒是真的很感谢你 把我的这个 被古天君一剑砍下的手臂 化作的分身 给我送到了我的面前 我为了找他 不惜追入这里 又被守灵人 凭着世界意志 对我限制 混在这生命禁区 无法与外界沟通 无法离开 不过 总算是结束了 如今 你在等我 而我 又何尝不是在等你们 鬼母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 身体一晃 竟绕开天尊 虽看不到表情 可在他身上 明显露出兴奋 与激动的气息 直奔公孙娃 你才是分身 我们的目标都是离开这片世界 都是要回家 这一次 这一次我要吞噬了你 成为这一代鬼母 为这一代鬼母 公孙娃 面孔扭曲 声音也尖锐起来 没有闪躲 而是冲向鬼母 瞬间 二人就直接厮杀起来 一旁的天尊冷横 对于鬼母的讥讽 无动于衷 同样出手 顿时 三人之间 碰撞昏明震天 这战舟不断的颤抖 鬼房不断的崩溃 四周所有踏入之人 也都在这波动下 只是被一碰触 就立刻身死到消 实在是三人之间的争斗 对于外人而言 凶险太大 而白小春这里 虽已是天人 即便肉身强悍 也都狂喷鲜血 灭色惨白 神色骇举中 急速后退 想要冲向楼梯离开 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同时 在这四周 那些残存之羞 也都颤抖中拼命赶来 想要逃出这里 其中 就有云雷双子 以及泰斗汉月宗的那位 先锋盗鼓的老者 只不过此刻的他们 都劈头散发 狼狈无比 就在他们争先恐后 想要冲入楼梯时 天族 公孙马 以及鬼母三人的争斗 越发激烈起来 甚至 都有通天海水 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拳头大小的色泽 能遇到极致的水球 在鬼母身上 爆发开来 而这一战 四队公孙娃儿极为重要 他竟猛地张开口 顿时就从其中 吐出一把 满是铁锈的长剑 威亚惊天 带着某种无上威严 直奔鬼母 这把剑 白小春看到过三次 其中第二次 是对方与守灵人 一战时施展 第三次 则是 现在 而第一次 则是他还没铸鸡之时 看到的 允剑 形成了允剑深渊的 那把大剑 哈哈哈哈 古天君的剑 居然被你练破 有点意思 鬼母笑声依旧 双手猛地一挥 顿时他的四周 鬼气漫天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直接就将天尊 与公孙娃儿笼罩在内 轰鸣中 白小春呼吸急促 神色黄极 速度也都展开到极致 刹那 就第一个踏入到了楼梯处 没有半点之一 直奔上方而去 此刻他的心中 对于这件事情 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与判断 天尊三人的对话 配合白小春所掌握的消息 他的脑海里 已经对此事 有了一个轮廓 这所谓的天尊收徒 根本就不是为了收弟子 也不是为了恢复天尊的修为 更不是有什么 针对四脉的计划 这完全就是一个 专门围着谷州酝酿的阴谋 因着谷州在生命禁区 哪怕天尊也都无法正面到来 所以才有了四脉修士的进入 去寻找出口 这一切 都是因为天尊想要在 不被引起注意的前提下 用另一个办法 踏上此招 至于这艘谷州的来历 此刻的白小春 也都大概清晰了 他的脑海翻腾着大浪 他的眼中带着震撼 他之前在蛮荒时就知道 这片天地外存在了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 应该是在多年前 在那个大世界里 在靠近通天世界的边缘 鬼母乘坐着这艘谷州 与一位叫做古天军的强敌死伤 最终他被古天军的飞戒 直接斩下了一条手臂 那把剑与手臂 因一些特殊的情况 坠落到通天世界里来 这也就是当初允见的来历 随后失去了一条手臂 修为跌落的鬼母 侥幸逃出升天 可却不甘心自己的手臂消失 于是在付出惊人的代价后 追入到了通天世界 想要去寻找 可却在降临的第一世界 就被守灵人察觉 凭着其本身的天地意志 生生的将这凶悍无比的鬼母 限制在了生命禁区内 使得其无法与外界沟通 更无法去寻找他的手臂 就这样 被困在生命禁区内悠久岁月 甚至很有可能 生命禁区本身也是守灵人 在巅峰状态下 为了封印鬼母而创造 而那把从天降临 带着一丝天道气息的大街 落在了通天东脉下游修真界内 从此之后 成为了下游修真界的筑基之地 此界 曾经所斩杀的亡魂 也因这场意外诞生出了杀魂 在这众多的杀魂内 有一缕魂 就是鬼母的手臂所化 正是夺赦了公孙马儿的小女孩 鬼母手臂所化之魂 缠绕此界 荣辱其中 原本浑浑噩噩 不知何时才能苏醒 恢复记忆 可却因白小川的丹药 小女孩提前苏醒 苏醒之后 她恢复了记忆 虽想要离开这里 可却本能的不愿意去靠近 其本体所在的生命禁区 于是才有了与天尊的第一次合作 有了蛮荒大战 其目的就是想要在其本体被限制的情况下 离开这片世界 回归家园 这是计划虽好 但守灵人不惜展开五脏秘法 从天而降 使得小女孩的计划彻底失败 重伤逃走 而当初 守灵人之所以放过了小女孩 很显然 这是守灵人与鬼母的约定 因为他们已经算定了 无路可走的小女孩 必然会选择第二条路 这第二条路 是与天尊进行第二次合作 她来找出避开生命禁区 进入古州的方法与坐标 从而打开大门 使人进入其内 从其内部寻找通往第三层的出口 其目的就是要反客为主 吞噬鬼母 化作主意识 成为新的鬼母 而显然 报答天尊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在其彻底完整后 修为也随之恢复到巅峰后 将会带着天尊 乘坐此州 离开 这片世界 而显然 天尊对于公孙马儿也有警惕 有其自身的打算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试炼之地 她一方面需要大量修士 去寻找出口 另一方面 也需四脉修士去趟路 而她 藏身在众人之中 才可最安全 同时 侯小妹之所以会被通天岛选中 也是因其体制 适合公孙马儿 能将她的气息全部隐藏起来 不被鬼母察觉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